今天我好像匹配到了巡查员开挂 你们帮我看看是不是 开局就把我吓到了 这局我们一起跳轮杆 落地一号直接用左轮手枪抱他一个 我以为是运气 但是没话又用左轮打倒一个 我直接惊了 这里我以为他是个高手 但是接着他又用左轮抱他一个 我的妈呀 我不信啊兄弟们 要是他打第一个 我觉得是运气 第二个是实力 第三个可就离谱了 他愣是用了一把左轮手枪 把这个人团灭了 Oh my god 这很离谱好吧 接下来我就一直跟着他 我观察他 四号被连打逮捕 一号二话不说追着那个人打 轻转定位 将心拿下 我跟在他后面 漏的是一口汤都没喝的 这局我注定成为一个跟屁虫 跟着他绝对很安全 跑着跑着 他看到两个人机在打架 他打了第一个 你们注意看他打第二个 第二个已经跑到另一边 你们看他的子弹跟随 直接打到地上 看到没 他直接朝墙上面打 这种招人哪会这样呢 这里我就很断定 他又透视了 接着他又遇到了一对 直接又抱到对面 第二个人他再加子弹 所以我就帮了他一下 不然那个人活不到三秒 我也放到一个过来支援的 是这队人 这里落地被一号用总能打爆的那队 还敢回来 又来一个临车飘移 真帅 真帅 我说的是落地机是很帅 跟着大哥有肉吃 看到没 他就是能找到人 两个人接在这打架都被他发现了 抢了一个 真不错呀真不错 继续当跟屁虫 他要上宫殿 难道宫殿上的人他都知道 厉害厉害 你看他潇洒的样子 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 应该是这上面有人了 果然 那个敌人被他吓得直直下来 又拉到一个人头 家里有大哥 直击不用愁 反正我也不会被封 这个队友是随机匹配的 不关我的事 大哥要走我也走 大哥跑了 大哥肯定把我脚弹的人头 随便塌溜了 不行 你甩不掉我的 有人来了 一枪头 不理他不理他 不能为了一颗小树苗 防欺骗森林 你瞅瞅你瞅瞅 开始了 他只要打中人就会标点 你看他都标了多少人 这就是证明他蛮转的 突然三号和四号倒定 以后立马就抱头击倒了对面 狼狈另一个人打了 我迅速出手 将他解救了下来 我把大哥给救了 你去救一号 我打山上打 两枪头 放到一个 大哥撤回房去了 我们也过去 这一局没有任何战术 唯一的战术就是跟着他 看了一个倒地的 看了一个倒地的 你们看到了吗 瞬移 超级快的速度 外挂大作战呀 大爷是不过他再快 也逃不过一号的锁定 太精彩了 外挂大战 再把后面这个封烟的小子收掉 一号在打什么地方 我朝着他打的方向一看 果然有两只萌萌虫在地上蠕动 有空气墙还蛮难打的 打半天才准到一个 一号又抱他一个 见面就认识做套餐 只有剩下三打三 大哥也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 一瞬间三号人就埋了 厉害厉害 不得不拍服 先举报一手 就让他带我吃鸡 但是抵制外挂人人柔子 我必须举报一手 然后出去看看一眼 他确实是巡查员 上面写着巡查猎兵 他要是看到审查自己的视频 会不会点击没问题呀 当然准的是我自己认为的 说不定人家真是个高手呢 当当举报反馈吧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